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关于明朝四大特务机构的三个问题 东厂、西厂、锦衣卫还有六扇门 这些恶民昭著让人闻风丧胆的组织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四个部门到底谁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 如果没有他们,明朝会怎样 说起明朝,很多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想起这四个充满神秘气息的机构组织 因为很多关于明朝的影视剧都会出现这四个部门的身影 而且他们所占据的戏份也极其浓重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比如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宦官当政、迫害中粮的东西粮肠 还有专门插手江湖恩怨的六扇门 这些秘密机构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神秘 就像笼罩着一层浓厚的迷雾 让人看不透他的来历,摸不清他的跟角 那么今天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 详细介绍一下明朝这四大秘密组织 锦衣卫 据名史记载 锦衣卫的前身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古威斯 后改称清军都卫府 统侠宜兰斯 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 也就是皇帝的贴身侍卫兼仪仗队 红武15年、1382年 朱元璋将这支队伍正式更名为锦衣卫 初始职能为三项 其一首位直诉 其二侦查与逮捕 其三点诏域 这个时候他们的权力就不仅仅是做保镖 或者撑场面这么简单了 而是能够对外展开行动 进行侦查和逮捕工作 甚至还能审讯一些重要的犯人 根据他们的工作类别 大概可以将其称为 由皇帝亲自统帅的特种部队 除了皇帝本人 谁也无法指挥他们 而且这一群人的权力也非常大 除了大明朝的皇帝之外 他们几乎有权去抓捕任何人 而朱元璋之所以要设置这么一个特种部队 历史上给出的说法 是为了更好的驾驭不法群臣 说白了 也就是专门负责盯着那些不听话的臣子 一旦他们有所异动就能直接抓起来 虽然这支部队在红武20年的时候 被朱元璋废除过一次 但是在十几年之后 又被他的儿子明成祖祝弟亲自恢复 从此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不过到后来 锦衣卫的负责的范围 已经不仅仅是朝廷内部 在对外军事行动上也能插得上手 比如侦查敌情或取机密情报 甚至还能策反敌将 可谓手眼通天 总而言之 锦衣卫就相当无一支 综合素质极高的特种部队 并且只有皇帝下令才有权调动 东场和西场 说起历史上东场的建立 其实也和明成祖朱棣有关 众所周知 朱棣靠发动静南之变 用武力强行推翻了建文帝朱允文 自己做了皇帝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属于不正当上位 因此朝野上下许多人 都对其抱有强烈意见 尤其是一些曾经 忠于建文帝的大臣 更是对他极其不满 所以这也就导致朱棣 对手下的臣子们 也是十分的不信任 生怕他们动摇自己的统治 此时 他虽然已经重新恢复了锦衣卫 但由于锦衣卫的驻扎之地 远在皇宫之外 无论是日常联系 还是紧急调动 都不是特别方便 所以便决定在皇宫内部 另设一个机构 永乐18年 1420年12月 这一个用来帮助 明成组注地 镇压政治反对派的机构 正式成立 名为东基市场 仅称东朝 而且东朝的建立 也并不仅仅是为了 监视朝中群臣 打压皇权的反对力量 同时也是为了 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锦衣卫 不让他们一手遮天 而事实上 在明朝的历史当中 东朝的权力 一直都凌驾于锦衣卫之上 因为和锦衣卫相比 东朝才是皇帝更信任的机构 这个机构一开始 是由明成组注地 亲自掌管 后来由于政务繁忙 这项权力便移交到了 他的亲信宦官手中 明朝也从此开始了 宦官干政的局面 甚至有些时候 他们根本不需要 向皇帝上奏 就有权力直接 逮捕朝中大臣 进行秘密审讯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们已经能够在部分程度上 代表皇帝的意志 属于当时最大的权力机构 所以即便是身为特种部队的锦衣卫 对东朝也是十分的忌惮 至于西场 在明朝历史上 只能说是昙花一现 成化13年 1477年春正月 明献宗朱健身 在东朝之外又增设西场 用太监汪制为提督 这时候西场的权力 一度大过东朝 巅峰时期 更是将东朝和锦衣卫 都说为麾下 和称场位 不过这个机构存在没多长时间 就因朝中多位大臣反对而被撤销 之后虽然在正德年间被复利过一次 但也只是存在了短短五年的时间 就又一次被撤销 倒是东朝这个机构 一直存活到了明朝末年 其权力在明熙宗在位期间 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 而此时东朝真正当家做主的人 正是恶名昭著的9000岁位忠贤 关于他的事迹 在这里咱们就不过多赘述了 因为魏忠贤独揽大权期间 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即使说上三天三夜 恐怕也说不完 总之 东朝的权力算是明朝机构中 最为巅峰的存在 等命的西场除外 他们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巩固皇权 制衡朝中群臣 可是发展到后来 东朝的掌控者们显然被离了这个初衷 开始以权谋私 造成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 这使明朝整个政局和社会上 都存在着大量的阴暗局面 六扇门 之所以把六扇门这个机构留到最后来说 是因为它和前面这些势力属实 有些不太一样 而且带有双重含义 从寻常角度来说 六扇门其实是个贩旨 带着三司法衙门 也就是古时候全国上下的司法机构 秦代商君书定分中有记载 天子之三法官 殿众之一法官 历史之一法官吉利 丞相质疑法官 这个制度在后世虽然有所变更 但大体上一直延到汉唐乃至明清时期 而且由于古时候的衙门 为了显示威严 在建筑上都是门开三重 共有六扇 故而俗称为六扇门 不过 要说到类似于特务组织的秘密机构 历史上也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六扇门 唐真关年间朝廷出建六部 为彻底解决随谋农民起疑的残余势力 和各地陆林豪强 行不建立六扇门秘密训练基地 训练新锐少年名为鹰犬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 朝廷为了处理一些机密要案 也秘密成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 其中成员有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也有武功高强的大内密探 还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衙门捕快 由于这个组织的总部大殿 做北朝南 欧南西三面开门 每面两扇门总共六扇 所以便被命名为六扇门 六扇门的属性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他们既属于朝廷势力 接受正统制度的约束 同时又要和江湖人士打交道 所以也要遵守各种江湖规矩 不过 因为这个组织行动诡异手段凶狠 并且专门经手一些重大案件 所以给世人留下的印象 往往带有很浓重的负面色彩 总的来讲 他们就是朝廷设立在江湖中的一个门派 代表朝廷来维持江湖秩序 从而间接控制那些江湖中人 这个组织跟东西两场和锦衣卫比起来 虽然显得更加神秘 但其实尽全力 却并不足以与那些机构相提并论 这些机构存在的利与弊 在明朝的四大特务机构中 锦衣卫和东西两场都是由皇帝亲手建立 其作用也都是为了制衡朝廷中的大臣 从而巩固皇权 至于六扇门 则是为了控制江湖人士 而设立的一个机构 并不能接触到政治权力的核心 而要说这些机构中权力最大的一个 当然莫过于巅峰时期的西场 但是由于西场存在的时间过无短暂 所以论综合实力而言 也应将东厂排在第一位 然而 这些特务机构的存在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稳固了皇帝对于朝局的把控 但同时也造成了非常多的负面影响 以至于到了明朝后期发展成了必大于利的局面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机构的长期存在 已经和大明王朝的命力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所以即便后期出现了许多弊病 甚至发展成了一颗毒瘤 但却无法将之根除 因为到了后期 大明王朝要想正常运转下去 就离不开这些机构的运作 可是他们运作的同时 却也会给整个朝廷带来不肯逆转的损伤 最终导致两者一同消亡 总结 最后也只能说是明朝 对于这些机构产生的过度的依赖 没能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转折和整改 以至于让整个王朝病入膏肓 到了无药可疑的地步 其实这些机构的存在 对于整个大明王朝而言 就像是人身体内的白细胞 在正常运作的时候 能够有效支撑免疫系统 抹除一些潜在威胁 但是如果这种免疫机构过于旺盛 也同样会对整体有所损害 如果不能及时遏制 必然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总之凡事皆有尺度 没有恪守中庸之道 方能不偏不已 无论治驾治国还是修身养性 都应该牢记和秉承这一治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